那包含像是 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避难 什么样的衣服 其实是不会淋湿防水又好洗的 这些请问男性的听众还是要洗吗 或者是常常参与这个话题的人 请问你有这个 军事风格以外的衣服吗 我们办公室常常就是 我要来diss一下同事 我们办公室常常在diss 这个深刻参与这个话题的同事 就是有过多的军事风格的衣服 而且我们的首次就教大家 就是避难的时候 不要穿军事风格的衣服 但我很担心我们同事们 自己都拿不出 没有军事风格的衣服好吗 大家好我是沃草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那我们今天就继续邀请到刘文 来跟我们谈民房还有心理防卫 欢迎刘文 哈喽大家好 我们上一集其实有谈到 就是民房这个概念 在整个台湾过去演变 从威权时期到民主时期 或是国外跟台湾 就从上和下和下和上和差别 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一集我们想要谈另外一个概念 我们之前好像也有稍微提过 但是我想到可能很多人还是有点陌生 就是心房 那这心房是心理防卫的心房 不是左心房又心事的那个心房 冷笑话来了 对 完全讲出来了 我们同人把这句话写上去 我还是没有把它删掉 很伟大 要尊重写教盆的同事 对 谢谢我们写教盆的同事 还不错还不错 尬笑这样子 关心台湾史或者是转型正义的朋友 可能都对心房这个词不太陌生啦 以前两场政党就是宣传的心房 可能就会是结合党国 像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这样子 以前就是这种三合一敌人的概念 就一直强调 把中共啊台独跟民主运动 都当成是颠覆国家的敌人 这样子 也就是在座的各位 对没错吧 就是在座的各位 提起来很伟大 就延续上一题讲 那就是很像是 我们在设定我们的敌人是谁的时候 就是建立我们的家乡敌的时候 过去其实想象 当然包括这个所谓的中国或中共 但是其实更多的那个时候 政府的意识 或是他们的想要去压制的 反而是国内自己现在推动这些 不管是独立运动 或者民主运动的人 就所谓三合一敌人 不管是有些什么禁书啊 禁歌啊 甚至就鼓励大家去什么 举报所谓的可疑分子 那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听到 就是新房这个词 可能还是会有点逗一下 因为如果以前读 可能比较是负面的词汇啦 对但我觉得我们现在 2023年 台湾的状况不一样了 然后像前面讲的 时代有经历的一些改变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 重新来思考一下说 谈心理防卫跟新房 其实已经是跟以前 不一样的事情了这样子 对那因为上一集 我们有谈到资讯战啊 认知战这些东西的影响 全世界的报告 其实都显示说 台湾是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 就确实是受到影响的 那刘文最近对于心理防卫 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跟论述嘛 那是不是可以请刘文 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什么是心理防卫 那或者是现在民间谈的心理防卫 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议题其实还蛮深的 因为我们可以从 像我们有讲到 从冷战时期的 这个心理学家介入民房开始 当时这个很多 欧美的心理学家 他们就认为 比如说我们在做民房的建设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去测量说 我的防空洞要多厚嘛 就是一个比较物理上的 这种risk awareness 对不对 我们对于风险的评估 那他们发现很重要的是 要建立民众 对于整个灾难的理解啊等等 所以当时的心理学家 就有讲出三个重点 一个就是preparedness 准备 information 资讯 跟action 行动 所以他们认为三个是缺一不可 也就是个人的准备 我们会理解 我们个人在整个国家 或灾难里面的角色 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计划 以及我们的资讯 来自于哪里 我们是不是可以信任政府 如果不信任政府的话 我们有什么其他 可靠资讯的来源 以及action 就是我们一定要透过练习 包含把这些技术 都纳入我们自己 肌肉的记忆 所以其实在 560年代的时候 就有这一套 针对这个冷战的准备之下的 心理防卫的定义 回到刚刚雪莉问的问题 就是国家的心理防备 跟可能民间的 有什么不一样 就像刚刚两位所讲的 就是其实在 敌我设定的想象 可能就会有一些差距 这件事情在 就是中华民国体制下 是蛮有趣的嘛 因为在两奖时期的时候 我们是要去解救 大陆同胞 也就是他们是我们的人 我们是议题的 但他们深陷这个苦海 所以我们要去解救 我们所爱的同胞 那跟后来 其实民众可能 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的人 已经慢慢发现 就是我们是不同国家的人嘛 有不同的文化 那怎么样再去设定 新的心理防卫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在目前状况 有点困难的事情 因为其实像中原院 他们社会所 有做一个中国效应调查 就发现多数的人 对于中国做一个国家 其实是有一些 敌我意识的辨识 可是如果说到 中国人是不是 我们的朋友 那他们也会说 哦 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应该对他有友善 所以在这样子的 一个状态之下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 区辩 尤其是在中国 日渐的这个威胁之下 这个敌我的状态 其实在台湾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蛮难谈的项目 敌我辨识 其实变成一个 我觉得目前很多 在推民防的 这些议题的组织 非常想要去 强调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从 可以说马英九时代 这种一直促进交流时期 我们同样的想把 这个中国人民 作为我们自己的 同胞贸易伙伴 同文同种 这样子的一种概念 慢慢推向 其实这个国家 对于台湾是具有威胁的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 我自己的观察是在 可能我父母的 那个年代 其实是蛮难 即使他们可能是 本土的台湾人 但经过这些 长期的教育 他其实蛮难 去接受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就是 目前可能台湾 遇到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要 我们自己卧槽 我们这一阵子 有刚好做一个 系列报道 那我们去调查 就是学生 学生很多在校园 会有接受 所谓的校园的统战团 有趣的去访问 就是说 那他们去参加 统战团之后 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刘文老师有没有 台湾的人 也许是学生 也许是商人 或是很多 春里厂 那这个就我们刚刚提到 他们可能是在民房 真的发生需要 排场用场的时候 最基层第一线的 民房工作人员 他们是大量的 被中国找去统战团 那这个对大家的 不知道心理防卫 这个方面会受到影响吧 对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蛮尴尬的问题嘛 因为的确 我们是不是应该 跟中国人民交流 我觉得当然是 但什么样的交流 到什么程度 我们需要有警戒心 因为毕竟就是所谓的 这种文化统战啊 或是人际的统战 他不可能一开始 就拿武器去读你嘛 他一定是先跟你交流 然后跟你有好处的 这个贸易往来啊 送你东西啊 慢慢得到你的信任之后 然后开始发一些 不一定是在你原本 意识形态的这些观念嘛 所以对于 我觉得就是台湾人民 怎么建立一个 这种有意图性的交流 然后有所防备性 那个界限是很模糊的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比较难谈 因为好了 大家可能也是比较 进步派人士 我们也会觉得 我们不要反中嘛 我们还是要某种程度上 就是国家跟人民 该要分开来谈 可是必须要注意的是 目前中共 他没有把国家跟人民 分开来谈 他用整个国家的 这个威权的意识 把人民也变成 他统战的 这个actor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 在民主国家 尤其台湾人 比较难去想象 或接受的一个事实 那再讲另外一点 就是可能从新房的角度 因为很多的 社会心理学研究 就我们很喜欢讲 这种in group out group 就是你是不是 我的这个族 这件事情 那有一个发现就是说 即使拥有共同的敌人 并不一定代表 我们会有共同的认同 那我们即使有共同的敌人 每一个不同的角色 在面对敌人的时候 他的这个应对方式 也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台湾的泛滥人士 他可能并没有完全拒绝 中国是具有威胁 这件事情 对不对 但他的策略 可能就是 哦 那我要对他更好 OK 对不对 我要去同化 同化他的这种主流的意见 我不要挑衅 我不要挑衅他 对不对 第一分那么强 为什么我要去就是 我为什么要去 我投降不是很好吗 对啊 我们反正总之会统一 那为什么不现在就慢慢的融入他 所以这个是蛮吊诡的件事情 就是我们好像都以为 我们只要建立了清楚的 共同的敌人 台湾就会突然凝聚一个团体的意识 其实我觉得要更去细分 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这种 童话的策略 有些人会选择壮大自己 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 不一定是心理学上的感觉 他有点像是我们在 人类在碰到一些 危机或是突发事件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些基础的反应 你可能会选择fight或是flight 对 就是你要对抗还是逃跑 你可以想象到 比如野生动物在这个草原上 遇到你的猎食者的时候 你会要对抗还是要逃跑 那我自己想象那个画面 都是这样子 都是我们可能看什么 Discovery Animal Planet 都会想象说 那些水牛什么牛 那个很强都很大 他们只有落单的时候 才会被掠食者吃掉 如果他们都站在一起 往前冲的时候 那些狮子其实是没有抵抗力的 但是有点像是说 那我们如果台湾人 作为一个这样的 可能要被掠食者角色的时候 到底我们是不是 有吗每个人 如果都同心的愿意抵抗的话 其实我们是不会输的 但就怕 OK如果大家都跑 那如果你是跑最慢那个 你就会被吃掉 对 所以刚刚MeMe所讲 让我想到那个 欧美所的洪梓威老师 他在民方论台有讲到 同样是熊的这个例子 然后他是举这个在加州国家公园 然后就有一个告示牌 那上面就写说 任何具有脊椎的动物 就像人类 我们在面对像熊的攻击的时候 其实你不是要背对他 你要正面的面对他 你不要坐下 也不要蹲下 你要让他觉得 你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脊椎性的动物 他那个脊椎是比喻还是 是真的就是脊椎性的动物 直立式的脊椎性动物 他不是说这个人没有脊椎 不是不是一个隐喻 就是你要保持是一个直立的状态 而且要正面他 那他才会知道 他不能够随意的侵犯你 所以这个是加州国家公园 对于民众面对 可能有攻击性的熊的一个告示 非常实用的一个告示 除非你是spineless 你是一个没有脊椎的软骨动物 那你就可以躲到别的地方 但毕竟我们是脊椎性的动物 这个不错 这个我们要follow on 这个很赞 我们可以当标题 我们有标题 对我觉得这个形容蛮好的 这形容很赞 或是可以写一篇相关的报道 这样子 因为像刚刚刘文提到说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 就一些尴尬的那个心情 可能会觉得说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 好像不应该那样去想象中国 但确实是台湾跟中国的状况 就是不一样的 对那我们身为这个自由台湾时期的人 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谈新房 是不是就有一些人想到党国时期 或者是独裁者这种 透过国家机器来控制人民的思想 或者是就是觉得说新房是不是 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概念 对那民主化之后 其实我们谈新房 已经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概念了 对因为实际上 其实是真的有境外势力 也就是中国在影响台湾的舆论 或者是甚至在社群平台上面 散播一些假消息带风向 让台湾的社会有引起一些对抗 或者是对立的动革 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自己 在谈这题的时候 也是在担心说 我们会不会有点像讲出那个 就是小心什么匪谍 就在你身边 对很怕就是词汇跟以前很像 某些程度不能说 就是我们不是想要推广这个概念 但是我们也不是想要 让大家把每个人都当作潜在地 还是希望这社会有一定的 这个可以公开讨论 然后这个平和的这个社会风气 但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举出来 就是因为这个例子已经 不是说只有中国对台湾 其实过去这几年 这个生效过的例子像什么 像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混合战 很想要这个战争 现在只会想到2022年初的 那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但其实在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俄罗斯就成功占领了 乌克兰东部 还有克里米亚半岛的这块区域 那那个时候他们推这个混合战的概念 就是说他们在在地 就宣传很多的讯息 比如说我们都是这个斯拉夫民族 我们都是大斯拉夫人 干嘛分敌我 你看你也讲的是俄罗斯文 对不对 我也讲俄罗斯文 我们干嘛这样分彼此 留这样的协议 同文同种 都是这个大俄罗斯的帝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干嘛这样子区分 同文同种 某些程度其实确实在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那几个区域 不然就对于俄罗斯文化的认同 对俄罗斯民族的认同 那甚至也反映在说 那时候2014年 他们发生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 确实很多地方政府 或认识民众就很快 怎么讲起义来归 或者说就直接投降 然后这个领土很快就 主权就让渡出去 所以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我们可以把刚刚那些 斯拉夫人俄罗斯文 完全转换成台湾 中国这个语境的话 非常熟悉 就是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在台湾 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它并不是只是一个 外来的政府在推动这样的概念 因为像我们讲到威权时期 其实我们当时自己的政府 就在推动一模一样的概念 所以这件事情变成 它不是外来政权的一种 非常明确的殖民化 它是一种内部的文化殖民 所以为什么对于可能 像我说我觉得这个 解研之前的这个世代 这个概念是这么难洗掉 那就是因为国家 它完全合理化这种 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概念 所以这些人 他目前可能又是很多 重要位置上的一些执行者 变成说这样子的论述 它在台湾一定是具有 一定的这种合法权跟合理 我觉得听起来好恐怖 对因为确实像刚刚讲到了 就是在台湾的状况 是过去就是一直不断的 宣传这样子的内容 比如说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 就是我爸是一个 超级老独派的那种 但他们小时候受的教育 也是他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其实以前聊的时候 他还是会以中国人自居 即使是他超级独派 他是那种党外时代 就跟着民进党跑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台湾 实际上有的一个情况 就境外是离中国这样子宣传 我们担心我们的年轻人 或者是很多人受影响 但事实上我们上一辈 过去也受到党国教育的影响 也有这样子的思维 然后可能要花很多力气 才有办法慢慢的调整过来 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像刚刚前面提到说 国际上真的确实是有 真实案例发现说 这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混合 战是持续在进行的 比如说民主实验室 今年发布的中国影响力指数 在台湾媒体跟社会两个层面 都发现说 被中国影响的程度 是全球排名第一名的 或者是微软发布的数位防护报告 也会发现说 其实中国在很多的网络平台上面 都有部署的账号 然后在做这样子的影响 但就算是有这么多调查研究 可能还是有些人觉得说 我们谈这些事情 是在提倡仇恨等等 所以就想要问了 如果在民主社会 我们想要保障言论自由 我们不能强迫人家接受 或者是我们自己也很在意 不要讲出那些跟党国很像的话 但在这样的前提底下 要怎么样跟一般大众 就是推广新防的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是蛮困难 因为台湾就有自己的历史的包袱 而且像我们刚刚讲 就是台湾的特殊的状况是 它是一个内化的过程 其实很多公民团体 都遇到相同的经验 从80年代 大家对抗的是 所谓的国民党的 一个国内的政府 一直到 你可以说近十年 我们对抗的变成是一个境外的势力 就是中国为主的政府 但更复杂的是 变成是国内也有去 跟外界势力的一个接应者 它变成一种双向的势力 我们很难去分 它一个完全的 国内的政府的抵抗 或者是一个国外政府的抵抗 所以会让 我觉得在台湾讲这件事情 非常的困难 因为我们如果单纯 只是讲说 外国对我们的威胁 好像又不够去形容 台湾面对的状况 可是如果我们又只是在讲 我们就是要反叛某一个政党 那很容易就会被所谓白色力量 洗成某一种对于两党的仇恨 所以的确我觉得台湾的公民 现在卡在这种尴尬的状态 那到底要怎么去建立 我觉得其实从访问很多组织者发现 除了敌我意识的叛变 我们刚刚有讲它的重要性 跟它的限制 第二个真的就是要建立 一种第三种的意识形态 那这种建立新的 这个国家意识形态 最好我讲 它绝对不能只单从政府去发起 因为只要是政府所给的 任何单一的国家意识形态 我觉得身为这个觉醒的公民 都应该要去反抗 那觉醒公民这个词听起来 也现在有点危险 我现在什么词都 对啊好难哦 进一步的公民也不行 对真的 时代公民也不行 但台湾民众 好危险 确实是现在用什么词都很难 对 对所以我觉得民间的力量 它是要一个长期 它是一个很缓慢的工程 可是它还是必须从民间发起 无论是去建立敌我意识 以及这个国家 或是公民的认同等等 它必须要两者并进 我觉得这段时间 我们自己有很大的感触 就是讲说 为什么从民间 像如果是大家的回想 过去比如说 2019年或20年那个时候 那个其实如果在 一样是总统选举 但那个时候有个主轴 是台湾跟香港的关系 但是过了四年 其实在这一次相对民进党 当然可能还是有提到说 我们要民主的台湾 要主权 又要保护台湾 但是各个政党 不管是政党 民进党 或是在业党 国民党或民众党 也都尽量不去碰 战争这个议题 但就是包括我们战争主要党 民进党就是 他们没有强调说 也不会战争 其实这个习近平 现在也不会发动攻击 所以那变成是说民间 但我们知道威学 从来没有停过 所以变成民间 这时候力量就很重要 有点像 所以我们偷一偷也发现 好像我们在喊得很大声 但是里面 就是政府里面 没有人在echo我们 所以确实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接下来的这个政府组成 不管是这个行政部门 或是立法部门组成 会怎么样 所以趁现在 我们民间 必须要多一点能量 去推广这个题目 怎么样建立 就是公民社会 自己对于 不到国足 但是对于某种 这个共同体的感受 让我们可以 有这共同体 我们就可以去比较好分辨 就是有点像敌我 就是谁是我们 这个共同体之外的人 那我们要对这样的 侵略的干扰 各种干预 要有awareness 要警觉 对 我另外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台湾民众 对于中国了解 非常稀少 因为大家可能 尤其是年轻人 可能会从影音嘛 从陆剧 从他们的这些文化产业 那当然那个绝对 是有一些统战的意识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很重要 是先区别 中国它是作为一个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它作为一种文化 还是它作为一种 所谓的民族 首先先区分 这三个就已经很重要 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 在台湾强调 中华民国派的 他们会说 没有啊 我们也要民主 我们没有要中共 但他们想象的是一个 文化的中国 所以那些反战的老师 到最后逼问他们 到底要想象 怎么样的一个 或是和谈 你要谈什么 他们就会说 哦 中华联邦 那就是一种文化中国之下 对于政体的思考 那他可能拒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他并没有拒绝 大中华的想象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第三层 是想象民族 台湾人是否接受 在台湾这个共同体 是一个多元民族的组成 那我们就可以某种程度上 拒绝中国以汉族为主的 那种思想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 是对我来讲是 也是认识中国蛮重要 以及建立 敌我辨识蛮重要的一部分 我觉得另外还有在这个 台湾的政治生态 演进的过程中 我也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跟我们前一集 提到的东西有点像 是因为早年 原本是政府跟你讲说 好 你现在要去对抗中国 所以要反攻大陆 以这样的概念的情况下 去推广所谓民间的 民防这个概念 到了民主化之后 有点像这个东西 辣掉了很长一段时间 民主化 好像这个已经没有 这个动员开乱这个题目了 所以人民好像离 所谓的国防军事 这个题目越来越远了 所以渐渐的对于 这个所谓的心理反馈 因为原本也是强加 政府强加的 自己没有建立这样的 一个共同体的认同的时候 不会有生成 这样的心理反馈 所以我演变到 下一个现象就很麻烦 就是也是我们碰到 就是大家谈到国防 军事 那遑论民防 这个更细业题目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没有啊 战争 就不关我们一般老百姓的事情 什么民防新防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样子 的确因为 我在文章里有写到 那个汪宏伦老师 他是中文院社会所的研究员 那他在他的文章里面 就写到 台湾从未以台湾共同体 作为一个战争的主体 所以为什么民众 其实对于战争无感 也是因为之前那个主体 是叫做中华民国 而要反攻大陆的主体 那那个主体 像我刚才讲 是一个文化中国的想象 尤其是在杨明教大 杨紫乔老师 他有在研究 冷战的这些文献跟政宣 他就发现当时的民防 就从政府发动的民防 非常强调把民众锁在 比如说重庆大轰炸的创伤 以中国为主的战争的创伤 来教育台湾的民众 应该要保卫中国 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宣导 对于空袭的这样的一个 经验的来源是用 中国的经验 重庆 对重庆大轰炸的 不是台北大轰炸 不是台北大轰炸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 这个即使我们的确有 民防这个体制 有很多这个民防的 legacy等等 他的意识形态 跟当代台湾要面对 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所以其实希望把这些 关注拉回来 或者是让大家 重新思考这些题目 也是我们节目 为什么叫做民防 关我什么事的原因 对就其实我们希望 稍微去对抗一些刻板印象 或者是一些既有的想象 那重新去思考 作为当代台湾人 我们想要的 可能讲大家 想要的国家 想要的未来 想要的社会 是什么样子 那另外一种 就是很有偏见的 这个资格论 就是有些人就会呛说 有没有当过兵 比如讨论这种题目的时候 就要呛当兵 当几年之类的 那所以这一题 其实尤其是 女性在谈民防议题的时候 就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甚至我们也会 遇到有人呛说 你讲这么多 那就去当兵 关心的题目 干嘛不签下去 所以我觉得很多 台湾人对于战争 或者是军事的理解 其实是蛮刻板印象的 那甚至是带着这种 非常传统的 异性恋父权霸权的思维 在思考这件事情 对 然后可能还是很多 在公共议题上面的讨论 有这种 我称之为这个 异性恋男性中心的 思考跟讨论这样子 那想问 欸刘文在参加 相关的领域啊 或者是观察 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感受 还蛮深的 因为的确 目前民间发动的 这个民防课程 参与的女性非常多 那像黑熊他们就说 他们的成员 大概六成五 几乎是女性嘛 那我自己的观察 也是除了在一些比较以 像是涉及为主的 可能男性稍微多一点 但也是蛮多女性会参加的 所以这其实代表 其实女性对于国防 有非常高度的兴趣 但是碍于我们的 这个体制之下 其实并不给予女性 同等的机会跟权利去参与 所以我会认为 这样的资格论 那为什么不改变 现代的制度 国防部可能就会推托说 她如果要这个 加入女性的话 她要改变很多的 基础设施啊等等 那我就说那为什么不 而且他们该改的东西 可多了吧 对 都通通改一改 对所以到底是你们不愿意 女性有这样的资源跟机会 还是你觉得是 女性自己不愿意 那我觉得这是 分开两个层面这样 那第二个也是 其实在整个 军事的动员上 我相信沃曹也很清楚 因为真正会被编制的人员 其实不到20万 就专业的这个 军队的人士啊 警政署等等 剩下的民众 两千多万人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这个两千多万人里面 也有非常多的女性嘛 那我们也是这个国家 很重要的资源之一 所以民房或是说我刚刚讲的这种 公民的防卫 要处理的其实就是这一块 他并不是只有在前线拿武器的那些人 对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 我觉得其实女性并不会比男性 有资格论的问题 尤其是在很多参加这个课程中 就会发现更加清楚 民生需求 我讲的是比如说 我的家庭总共多少人 我需要多少的食物跟资源 我需要联络谁跟谁沟通 其实女性比男性清楚太多了 对不对 要买多少菜 要买多少菜 要怎么煮 有办法煮 对不对 对或者是 因为有参加演讯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个 可能男性成员就突然泡泡面 然后想说你是找到热水吗 就这种很基础的这些概念 其实女性某种程度上 因为她要分担更多的家务 所以她对这些更清楚 那包含像是 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避难 什么样的衣服 其实是不会淋湿防水又好洗的 这些请问男性的听众 很熟悉吗 或者是常常参与这个话题的人 请问你有这个 军事风格以外的衣服吗 我们办公室常常就是 我要来diss一下同事 我们办公室常常在diss 这个深刻参与这个话题的同事 就是有过多的军事风格的衣服 而且我们的手册就教大家 就是避难的时候 不要穿军事风格的衣服 那我很担心 我们同事们自己都拿不出 没有军事风格的衣服好吗 好 会来 对 对 甚至刚刚讲到说 确实是这种刻板印象很多啊 然后但是回过头来讲 就是台湾人有一半是女人嘛 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这一半的人 难道就是大家真的都不管吗 是不可能的啦 就实际上这个 全民参与都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想要follow up一个题目 就是我觉得真的让我想到 有一位学者叫做刘文 他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他说民房要作为一种公民运动 然后而且新房 是我们这个备战的关键 然后民众就是要有新房的观念 然后才能够做好备战 那刚好这位学者 现在我们的现场 哇 好巧喔 对 好巧 那就是为什么 就为什么我们要把民房 当作一种公民运动 因为我们过去想象 好像就是上街啊 然后抗议啊 然后这个推广议题啊 等等的 所以这个是在想象说 这个公民又是指称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参与嘛 要做什么程度的参与嘛 所以会怎么去说这件事情 如果回到就是对于社会运动的定义 但我觉得就是在学界 还没有很明确 真的把目前台湾的这种民间的民房 组织归类为社会运动 但我觉得它有一些相似的特征 比如说它demand 这个国防部的透明化 对不对 那还有demand 一个国防资源的重新分配 那我觉得这些 其实跟很多的社运 是有类似的特征 因为它把一个 曾经只集中在少数人的资源 跟制度跟组织 要求要可以全民参与 那这其实跟 我相信很多听众 我们关心的这个社会运动 是有类似的特征 那上街聊过 为什么它都是以民间来发起吗 那当然就是因为 台湾特殊的这个政府 国军跟公民之间的角力 它必须要有一个 更大的民意去推动 政府逼迫国防部的改革 所以这三方的角色 都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运动里面 那因为讲到说 这种民间跟 就是政府之间的角力啊 那就会想要问刘文说 那你觉得理想上 我们谈一个理想上的 最好的情况下 可能会觉得民间跟政府 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你觉得比较好的呢 我觉得其实像政府 如果它可以好好的先了解 民间究竟在做什么 然后不要因为这些被讯息煽动 然后就会认为 比如说民防等于民兵 先把定义厘清清楚 像我刚刚所讲的 国防部一直会认为 民防就是后备的这个成分 怎么样去扩大 他们对于这个想象 那政府也会认为 民防就是内政部的这个成分 但其实公民防卫 它扩及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部分 包含我们有谈过的这个 从我们国防教育的成分 我们怎么样落实 这种新时代 然后有混合战的 这样子的一种新的公民教育 让民众认识战略跟战争 第二个是资源的整合跟分配 以及其实可以从公民 去监督政府 对于这个国防政策的改革 跟想象 我觉得这三块 其实就是都非常重要 就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那刚刚因为前面 刘文有提到了好几篇文章啊 那我们再请同事就是搜寻一下 就是再放在资讯栏 给大家参考 虽然好像都是学这门的研究 可能稍微难一点 但大家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不会啦 我相信刘文写的应该很不错 没有我是要说 前面有提到 我比如汪宏文老师的研究啊 我有引用它 有放在参考文件 有放在参考文件 好紧张 最近这个话解释 到底要延续多久啊 还好不要出来选 应该就没事 不然我现在都不敢打开 我之前的论文来看 没关系 大家不要搜寻 你那是硕士论文 没有人要看吧 因为好吧 很多人说是论文也被取消 先不要聊这个尴尬的话题 我再补充一个好了 刚刚想到就是 政府可以做什么 因为我有听到一些专家 在讨论这个替代艺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纳入女性的参与 我觉得这也是一条管道 因为的确现在很多的 台湾的这个军备 是从做替代艺嘛 替代艺的这些角色 其实它不一定是完全是 像我们想象这种 前线的备战准备 那也是让更多民众 可以了解国家资源啊 国家角色的分配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可以发展的道路啦 过去替代艺 其实大家可能想到 好像就是去公务机关去打杀 但其实最近发现替代艺 都有开始所谓的叫招 蛮有趣的就是 那替代艺他们叫招做什么 想想其实也蛮有用 他们现在在做EMT 就是那种紧急救护的训练 那他们要回训 就不断的去update 关于一些急救的知识 因为不是每个人碰到战争 都一定要去前线拿枪去杀敌 有些人可以在后方后勤 做很多事情 那如果后方有人可以 比如说协助这个急救啊 紧急救护这样的事情的话 军人就可以在前线更放心的 做他们擅长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有点像我们自己在民间推动 也是希望国防部 或政府部门知道说 我们不是要去抢夺你的资源 也不是要你拨夺你的权利 是We are here to help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帮忙大家可以过得更好 让你们的资源 可以用来更有效的地方 对 没错 或者是我觉得刚刚那些回训 听起来其实就算是 平时也很实用啦 就是这种急救的资讯啊 等等的学起来总是 或是他就开放给民间 一般人大家可以去参加 对啊 没有什么坏处吧 我不理解 就是为何这个抱着 如此排外的态度 是 而且我自己之前的经验是 比如说可能谈到一些 关于女性参与这类的话题啊 或者是女性在战争里面的角色 很常就会变成是一个 蛮有争议的话题 比如说像我记得希拉蕊 很多年前 她就曾经提过说 战争中有非常多女性死亡的 这件事情 然后就被做成就是 不管是英文或中文的梗图 都狂骂希拉蕊 说你怎么可以说女人在战争中死很多 因为他们就放了那个 男性的军事将领 或者是士兵死掉的那个墓碑的图 就说明明死了这么多男人 为什么希拉蕊讲说战争中死的都是女人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真的是 很需要我们花更多力气 去好好的重新思考 怎么样 这个我突然很难接 没有我就是想要讲一下希拉蕊 希拉蕊一直被diss说 他怎么可以讲 就是女人在战争中死了很多 但就是事实啊 炸弹打下来 还不会分你是男男女的吧 而且如果回到台湾的经验的话 我觉得这可以更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 所以那为什么在国家的制度上 一开始就exclude 就排除了女性参与 不然我等于说你没有教我 但是其实我暴露在这个风险之中啊 你说你死比较多 我什么死的比较少 没有就是死的就是死的 为什么你不给我相关的知识 或是能力去应对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应该是要回过头来检讨的 就是某些程度 你好像以为是女性少一点义务 但是其实你某些程度也是在剥夺他们的权利 对 权利跟义务是并行的嘛 对 你们很得意讲出这个安全的结论 对 我就很危险 因为我就身为今天的mignority 我很怕讲出一些就是对 好 我们很高兴营造这个 一男觉得自己是少数的情况 因为非常少见 是吧 我们是上上级录的 不过就这么两次好不好 你人生中就这么两次吧 而且我觉得女性如果真的可以多参与国防 给予她们这些权利的话 其实应该也可以大幅度改变军队的文化吧 因为的确就是军队我们的印象也就是 它是一个非常比较威权制度 相对下的这种体制 那如果它逼迫要有不同多元性别的人戒毒 我相信会更快的加速这个制度的改革 就是跟为什么我们像中华民国的参政体制 还是要保障一定的女性额度嘛 那它是有 它无论是政治上 它也是文化上的意义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我知道这个刘文老师 对 之前有就是用自己去参加的 就是超多各种 反正就有任何有开的课程 名方相关的什么一体工作方 whatever 对我去就是try try看 这个也不能叫神龙市场买赏 但是就好 参加过那么多课程之后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些整体 overall它对于台湾这些不同团体之间的课程 有什么样的心得 心得就是像 我就从性别角度 因为我访谈了很多参与者 他们都会觉得 尤其是女性参与者 他们会说 真希望以前就可以上过这样的课程 这就是我觉得一个资源的排挤 我也感受蛮深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参与过类似的课程嘛 overall我会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团体训练 它是一个蛮好建立信任基础的 因为你要跟完全 真的完全不认识的人 然后突然就在做那个 伤患搬运的演练 破兵 对 很直接肢体上的破兵 然后你也会发现 其实 哦原来有 我完全不认识的人 也关心一样的议题 所以这个 其实还蛮感动 就会觉得 因为我一开始参加 并不是抱持着研究的心态 完全是乌克兰的战争 就是俄国入侵 然后就开始看天下怎么办 然后就上了这些课 然后我就觉得说 其实台湾很多人关心这些国际事务 并不是像这些外媒所讲的 我们都是冷漠的 小吃店的 看新闻的 阿伯 这形象真的是 他们对于南韩也有类似的 这种刻画 就是对于北韩的飞丹啊等等 所以其实台湾的民众 是很热心 也想学习 但是就像我们讲 新房的这个概念是 民众普遍的这个焦虑 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框架 所以那个焦虑会很发散 either我们就会回到 这种fly or flight 就是你逃避 或者是你就完全武装自己 然后你可能变得 非常非常的激进 可是在新房的概念 我们会认为说 其实fly or flight 都不是一个 很好常态的备战状态 因为你一直肾上腺素 激发你就是会崩溃嘛 对然后你可能会 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 那如果你只是完全的逃避 你也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 一个适度的焦虑的状况 那其实在心理学来讲 就是焦虑它其实是一个 motivation factor 它是一个可以启发人 去做行动的一种情感 把这个焦虑如果放在 适当的框架 它其实是有很多 凝聚力跟行动力的 对我觉得那个过去 就有点过犹不及 就是有点太少 相关的资源的情况之下 大家想到战争 要么就想到很极端的情境 所以就是要么只有拿枪 去跟别人对射 要么我就是投降 因为我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我觉得就是 刚刚提到民间很多团体课程 这样告诉我们都是说 没有其实这不是 零按一的差别 就是中间有很多很多事情 你可以慢慢的学 你可以也许只是保保自己 或是家人 甚至整个community 整个社区 你有很多就建成的方式的事情 可以做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卧槽要推出公民行动指南 和线上版的积极行动指南 欢迎点阅线上看 对好我们就一样这个下载 连结放在留言处 很好哦 这是事实的业配 对我觉得刚刚讲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焦虑要放在 有用对的 然后或者是好的 让大家可以去施展的地方 这样子 那因为刘文参加了 非常多相关的组织嘛 那MK会跟我们听友 分享一下说 如果他们也想要把他们焦虑 放在有用有效的地方 那有什么课程啊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 是你推荐的吗 就有像黑熊学院 他推出比较多 跟战略相关 知识相关的吗 或是资讯战啊 我们怎么判定 就是一般遇到的知识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 是每次一到选局 然后或是到军购案 就会有很多 不符合事实的批判 那如果有基础的战略 或者是军事的概念 其实可以帮民众去判断 这些人的这种 自称为军事专家的 是否他们的资讯 是正确的 还是他们只是在 引发一种恐慌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还蛮实用的 那当然也有一些 比较技术性的训练 像是壮扩台湾 他有推动很多 紧急应变课程啊 包含这个地震防灾啊 如果一个楼倒塌 我要怎么 以团退的方式 进行搜救 这些其实在 非战争的处境上 我们都可以用到 那也有一些比较是 以真的是 退役的军事军官 他们所开发的 这种空气软枪设计课程 我自己也有去参加 虽然我们可能 不会拿到枪 可是至少知道 枪的用法 跟它的安全使用法 我觉得也是一个 蛮好的知识啊 那加上一个 他们叫全民国防 射击教育中心 在那个应该在五谷 那他们就有一个 还蛮有趣的演练 是他会放空气的 这个手榴弹 让你知道爆破的现场 是有什么样的 听觉跟感觉 因为其实台湾 最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其实是空袭嘛 对不对 很多民众就觉得 天啊炸弹炸下来 突然五百万颗 然后台湾就 岛屿就沉默 可是其实当然不可能这样 因为那个中共资源 不会他这样子去做 而且他们可能会 炸的应该会是 军事重地 而不会是民间 但无论如何 如果我们遇到空袭的话 他的声音是什么 他让我们的 震动的感觉是什么 如果可以先体验的话 其实你也会知道 你该怎么准备 也就是在先 演练这样的经验之后 我们的肌肉有了记忆 所以我们可以做出 比较正确的判断 而不是一个 电影中看到的想象 就是会比较务实的想象 我觉得听起来 刚刚也很重要 就其实如果把这些知识 这些技能 转换成肌肉记忆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心理防卫概念 就是你不会在 发生这个事件 当下才开始慌 因为你对于 完全未知的事情 你就会panic 就很焦虑 然后很惊慌 你根本不知道 该怎么react 就如果这个东西已经存在 就你已经有一个 内建的plan的话 你的身体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你也知道说 我已经有未知 做好了各种 不管是物资上的准备 技能上的准备 就会不再那么慌乱 但是我觉得这个 最后我们还是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想要知道 怎么样去对这些技能 做准备 除了刚刚刘文老师 提到了很多 像黑熊学院中国台湾 会有各个这个团体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团体 叫做 叫做卧槽 尬地心虚 人家就好 我们在去年 其实就有推出了 公民心动指南的 一个资本手册 其实就告诉大家说 你要怎么再做 物资上的准备 而且有些相关知识 然后今年的话 我们有推出一个 线上版的 机器行动指南 那也是希望就是说 大家可以就是 因为线上就免费看了 更多人知道 到底面对战争的情境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准备 就是我们并不是 全然无助的 我之前有个比喻 就像说就是 就算面对战争 你不要阻止它发生 但是就跟天灾一样 我可以减少 它带来的伤害 那其实每个人 都这么做的话 就是一个 我们建立一个 很好的社会任性 就算战争真的发生的话 我们可以更有效的 去反馈我们的国家 所以就是希望 大家能够点阅 我们的线上的 积极行动指南 对 而且我们积极行动指南 接下来会出实体版 那实体版 我们就会增加一些附件 也是跟大家一起练习 比如说你打包之后 你要去背看看说 到底你背不背得动 对 肌肉记忆 背个太重的话 效果也不好 对 但是像刚刚刘文提到说 你要真的去体验 那个现场 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是一个 很好的准备 这样子 所以我们接下来实体版手册 也会推出一些 相关的内容 给大家就是 可以参考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 民房就是心房 我们聊心房的这个题目 就先到这里了 很感谢刘文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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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